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面介绍了Contra这个Map的设计 以及这个玩家的控制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怎样给这个玩家加子弹 以及呢换子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emo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 这个武器的更换呢是飞来飞去 我们首先做的事情需要把它设计下来以后呢 我们再更换武器 现在就是这是个Ruffle 就是当用户的一个默认的这个武器 我们先把上面的这个东西设计下来以后呢 再来看一下 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玩家的武器更换成功 今天的节目应该是比较短的 但是呢这里面的技巧呢会很有用 希望大家呢坚持看完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在这里面我们的这个游戏呢 以60帧每秒这个速度来设计这个游戏 先看一下这个子弹 在这里面呢这个子弹我们是横向从左往右设计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在每60分之一的这个秒数的时候呢 我们更新一下这个子弹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呢它是从左往右设计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个横坐标呢增加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横中坐标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更改 这样在每一帧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位置向右你移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在flame这里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vector2这个object 给它来更新这个x的值 x呢就是它的横坐标的值 这时候我们给它一个正值 然后呢在y呢给它一个0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把x只能变成-10的时候呢 这时候子弹呢就会从右向左移动 从下向上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x变成0 然后呢y变成-10 从上向下移动的时候呢 这时候vector2呢就是x是0 y是10 当我们需要斜向上向下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保证x跟y的绝对值相同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这个bullet这个class bullet呢就是子弹的意思 在这里面呢 它首先是一个sprite component 因为每个子弹呢它都有一个图片 因为它还需要做碰撞处理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用到了collision callbacks 这个mixing 这个construct里面有一个position 这个就是子弹呢 的初始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velocity 这个velocity呢 来决定这个子弹的运行的方向跟速度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update这个method 这个update的method呢 如果是60帧每秒的速度的话运行的话 那么它呢 就是在每六十分之一秒的时候 这个method会被调用一次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时时刻刻通过刚刚定义的这个velocity 来变化这个子弹的位置 这样的话子弹就会在这个屏幕上运行起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飞行物 它的运行轨迹呢 是一个波形的震动的方式来运行的 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做到这个效果 这个飞行物呢 它是以中间的这个绿色的线呢 做等距震动 我们可以先给它一个预定的值 我们只需要时时刻刻的来更改这个值就可以了 它的范围呢 必须是在-1跟-1之间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sine这个公式 来得到一个-1到-1之间的值 当我们得到这个值的时候呢 再乘以预定的这个高度值 我们就可以做到震动向前运行的这个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ly object 也就是这个飞行物 它是怎样来写的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jump height 这个就是我们允许它上下震动的这个高度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角度 在每一帧 也就是每一次 每60分之一秒 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时时刻刻增加这个角度值 这时候呢 再通过这个sine呢 得到一个-1之间的值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预先定好的这个height 时时刻刻来更新它的y上面值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飞行物 做这个波形的运动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及订阅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